你好,你好 虽然我之前说过 其实我的主要工作是房产相关 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出过一些看房相关的影片 我觉得可能是我身上的这个文人气息太重了吧 其实主要是我看网上很多人都在拍 我也想不到什么idea可以跟别人不一样的 那想来想去呢 好像没有人拍雨天看房的 那我就挑个雨天吧 还有那种悲情城市的感觉有没有 由于现在这个疫情一直持续的一个状态 那导致呢泰国几乎也没有什么游客 那房地产行业自然也受到了这个巨大的冲击 很多开发商都被迫调整的价格 有的降伏甚至达到了四五成 价格一下就回到了四五年前的一个状态 那四五年前是个什么状态呢 猫哥今天就来大家看一看 今天去看的公寓呢就在我家的附近 像曼谷的这个捷运呢坐两三站就到了 虽然不是曼谷的市中心 不过呢也完全不偏僻 离捷运站很近还算是很方便 这边呢外国人比较少 像日本人呢欧美人呢 什么的都比较少 我们都知道啊泰国很多公寓都会设置两个价格 一个是外国人价格 那一个是泰国人价格 那当然外国人就比泰国人贵很多 那种楼盘呢主要都是面向外国人销售的 那往往都在比较市中心的区域 像我家这边啊目前还算所谓的净土吧 就是外国人比较少 所以这边的房子呢几乎没有设置这个外国人价格 那包括我家我买房的时候 也跟泰国人一样 就是可能有点孤独 因为整个社区啊就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OK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工具所在的最近的这个捷运站 那我们来看看从这个捷运站走到公寓要多久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吧 到了 10米的路我居然走了20秒钟 看来我是老了 不过可以说啊这个公寓就是在这个捷运站的旁边啊 就是用爬过来应该也不会超过一分钟 然后这个公寓楼下有一个这个max value 我为什么用日文读呢 因为这是一家日本的连锁便利店啊 里面还会卖一些日本的食物和酒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售楼部看一看吧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项目的售楼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找他们的sales来问一下吧 Sawadikap Chilladikap Sawadikap Sawadikap Pasadinkap Oh 没考虑 没考虑 Pasadink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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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ai OK 那既不会中文也不会日文 然后呢英文只会一点点 那就说明啊这里几乎就只有泰国买家了 Pasadinkap 那边好 好 那其实我们看房子的时候 同时会问到这个sales很多的问题 以获取最重要的信息 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啊 其实不知道该问sales什么问题 那所以猫哥呢接下来就示范大家 在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 如何去问sales问题 问哪些问题最重要 好 好 好 201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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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正确的示范 好 好 好 我身高是1米83 我可以看到就是我是够不到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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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就是泰国这边呢 比较少有这种抽油烟机 因为泰国人是不太在家里做饭的 所以他们装这种抽油烟机比较少 但是猫哥这种做饭的人 是一定要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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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厨房就比那边呢是要稍微大一些的 好 好 嗯 好 好 哦 这里总共有29层嘛 这里是其中的21层呢 可以看到这个外边的这个景色 附近的高楼不是很多 嗯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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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阳台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泰国的阳台一般不会有这种窗户的 所以它有这种窗户你下雨的时候这个雨就不会进到这个阳台 所以说它是蛮特别蛮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那也就是说我们躺着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外边的景色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躺着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外边的景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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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窗子更大一点 好 就是很多看房的朋友啊 只是一转一过啊 其实啊这个 比如说到洗手间这种地方 一定要自己亲自来试一下 比如说你坐下来的时候 这个空间是不是够 那有的时候有的人腿比较长 那如果说他的洗手间特别长的话 那个腿就会直接顶到墙 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呢我现在是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 我这样不是在耍宝 而是告诉大家这个洗澡的空间是够的 比如说喜欢一边洗然后一边动作很多的人啊 这样洗手间是不会撞到谈的 这也说明了 这个房间有多少个房间啊 这房间有五百五十九 Was 五百五十九 二十九 一家住的房间有多吗 一家住的房间 一家住的房间 也要去看看 dó trois家住的房间 对 十一家住的房间 有二十赫 好的 这是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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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服务 是 这里有两个服务 是许多的 和服务 现在我们到处 到处 是 是 是 这里 是 是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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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因为现在是这个特殊时期嘛 所以它的这个泳池和健身房没有开放 所以现在是没有人的一个状态嘛 弄死 弄死 算了 诶 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个魅南河啊 灶拍鸭河 灶拍鸭河 不过真的很高啊 其实这里就是比较适合那种 比较适合晚上过来楼顶 坐着喝点酒啊这样子 这样子 让我试一下 哎 太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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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m-MRT 属于Bankzong 就是属于项目的项目 而是属于项目的项目的项目 也就是项目的项目 也就是项目的项目 所以说 变成了项目的项目 很棒 这里有点多的项目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里的最顶层 从下来还要爬一段楼梯才要上来 这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楼顶 我将会放一段空拍机的画面给大家 像那边呢 正在建的 就是邦四车站 就是大家 大家以往用的这个花兰蓬车站 马上就关闭了 然后他们就要把所有的线路移到这边来 然后另外那个中泰高铁啊 也是在这里 这边呢就是这个 美南河 赵帕亚河 然后我还发现了这个 连Sales都不太知道的 一个隐秘的小空间 如果是你邀请妹子啊 到你的公寓来的话 你就可以晚上啊 带她到这样的地方 促膝常谈 一起抬头仰望天空 我还想不出什么 刚下个雨 没有注意到 椅子上都是水 噶 噶 噶 还好不是正面哦 尽管这里很好啊 但是 大家下雨之后啊 一定要check一下这个椅子 有没有水啊 好 然后这里呢 大概100,000 这里呢 大概200,000 大概400,000 大概40,000 哦 大概 然后近了 对 对 然后这里呢 大概多少 大概多少 我们去看看 这里呢 有两个小空间 还有一面 对 因为是一个小空间 的 可以 对 对 有一个小空间 对 对 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看房的全部的内容了 可以看得出泰国的房价 尤其是公寓的价格 现在的确是降了 现在大概也就是2015年16年这样的一个水准 不过我觉得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之前泰国房价确实被炒得太高了 现在冷静下来之后的泰国房价 我觉得才是泰国正常情况下 应该有的一个合理价格 但是你要说是不是买房子的最好时机 如果你是自己住或者是买了出租的话 现在买确实是比之前买要省一些钱 但还是那句大家已经说烂了的话 如果你是想靠倒买倒卖房子赚钱的话 泰国这个国家一定不适合你 投资这个词仅限于开发商 如果你去开发楼盘盖房子 那才叫投资 如果你只是去买一间屋子 那叫做消费 那我们消费就是要买着爽的 买房子一定要让自己爽 我很讨厌投资顾问这个词 投你魅了 房子的本质是用来住的 不是给你发家支付的 只是说房子这种东西 本身跟车子吃的穿的不太一样 不动产的性质决定了 它会有一些炒作的空间 但真正的想要靠这个赚钱 你还是要有一些经济学的知识 以及对这里市场相当的了解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多读书多体验生活 多四处看一看 再决定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是曼谷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